哈喽 大家上午好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往前做一点 因为我们前面还是有些空位的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workshop的环节 这个workshop主要是教大家如何用web sympathy去开发构建和部署 轻量级的AI推理 AI服务 然后我们这场总共有三个speaker 然后我们现在有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非常开心来到Qcon 我叫King Faye 我是微软的高级云技术部导师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去分享相关的内容 大家好 我是叶简白 然后我之前在Wassin Edge主要去做这种Wassin Edge这个proposal的实现 然后我现在自己出来创业 主要是想帮助每个人可以跟便捷的建立和扩散自己的一个 类似于是自己基于自己支持的一个agent 对 大概这样 好 大家好 我是Olai Sankin State 然后我们是Wassin Edge这个项目的maintainer 然后我们公司主要是想用Russ还有web sympathy构建下一代的云原生的基础设施 然后我本人也会去平时会做一些和Russweb sympathy相关的meetup或者是conference 然后我们自我介绍环境就到这里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agenda 然后我们会花大概20到25分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用 为什么我们要把web sympathy用在AI这个场景 然后我们用到了在AI这个背后我们用到了哪些技术 然后这前两部分都是属于概念性的 然后到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还有第五部分我们会做一个media pipe的demo 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lama2的demo 然后最后我们会做一个怎么用一个solid方式来构建AI agent的demo 然后右边这个QR code是这次Tuturo的所有的资源 就是包括一步一步的指导还有sauce code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扫描这二维码来跟着来做 然后I also noticed that there are some foreigners attendants so we will talk in Chinese but our slides is in English so you can follow our slides thank you 所以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有请Kemfin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把web sympathy和AI给结合起来 大家好 我用短短的五分钟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在AI跟web sympathy连接起来 首先第一个说到我们AI的一些应用场景 你会发现现在AI的应用场景上面 它的容量或者是程序的大小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现在的web sympathy我们可能会看到web sympathy它是一个比较轻量级的 你可以用一些比较少的一些存储就可以来完成 那过往我们要用python来去做的一些工作 另外就是在性能上面 那大家一直在说我们怎么样去比较性能 特别是在做一些模型推演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需要的并不只是在GPU层面上面 还需要在一些前端的应用或者是后端的应用上面 我们需要一个高性能去完成我们的推理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web sympathy的这个高效的性能就可以体现出来 因为它可以跟我们本机上面的二进制的代码都是跑在一个相近 所以它可以很高效的去执行这些相关的代码 另外在现代的应用场景上面 我们需要到的是不同终端上面的一些运行 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应用不仅部署在我们的云端 也部署在不同的一些IoT设备 或者是不同的终端上面 所以我们的一些可移之性也是非常好的 还有另外在安全上面 还有云原生上面 大家可以看 我们可以把web sympathy放到我们的容器跟kubernetes上面 来去做更多的一些工作 另外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线下也好 线上也好的小伙伴 有不同的一些开发技术站 那通过web sympathy你可以用不同的编程语言 来去完成我们相关的一些工作 像西家家 像我们的webps 像我们的go 还有javascript 还有python 另外就是开发 开发是非常的简洁 也是非常的快速的 所以我们把web sympathy跟AI这个场景 融入在一起给大家打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生产的环境 Villian OK 好 感谢Kinfin的介绍 对所以就是说具体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要怎么样在Wasset里面去接入AI这个生态呢 然后其实的话说在Wasset社区里面有个proposal叫WassetN 所以WassetN的意思其实是neural network proposal for Wasset 然后他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因为其实就像Kinfin说的一样 大部分人可能会在Wasset环境里面考虑的是说如何把一个AI服务进行部署 所以在WassetN的proposal里面 他更多是集中于如何把一个已经训练好的模型去做一个推理的服务 所以他提供了一些 他提供了一组很简洁 很简洁 但是可用性很强的一组这样的API 然后可以把一些帮助大家 把一些常见的这样的一些deep learning的model和framework 可以集成到我们的这种web symbol里的这个一个round time里来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速地过一下这个API 当然看起来有一点杂乱 但其实它核心的就五个API 所以它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说在WassetN里面有一个叫context概念 在这个context里面你可以比如说去捆绑一些model 以及这个model对应的输出 以及这个model对应的输入 其实这个构建的过程的话 像第一个API就是load 那么第二个API是这种 Eneed Execution Context 那么其实它主要核心的话 在WassetN当前这个阶段就五个API 所以它其实保证了一个很强的灵活性 我们在初始化了一个context之后 就可以给这个context去捆绑这个模型 一个对应的输入 然后实际计算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输出以这种 从这个buffer里面提出来 所以它可以 我们后续也会展示到的话 就是这么一组比较简单的API 在上面去进一步的封装之后 可以得到一些很不错的一些应用 对 这是WassetN 我来介绍一下WassetMagic WassetMagic是CNCF的杀箱项目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把它捐给了CNCF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GitHub Ripple 也欢迎大家去查看 然后用一句话来总结WassetMagic的话 它就是一个轻量级的高性能的 和一个口扩展的web心理Runtime 它比较适合用在运营生 埃及还有这种去中间化的应用当中 然后我们现在在GitHub上有6700多个Star 然后我们有148个contributor 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WassetMagic社区 除了刚刚Kinvin老师有介绍到 WassetMagic的一些好处 比如说高性能可扩展安全 WassetMagic本身也做了一些自己的feature 然后能够更好的去服务这些运营生的用户 比如在去年10月 在CubeCon NA在底特律的那一场 我们和Docker一起发布了Docker加WassetMagic的preview 这个的合作主要是能够让Docker同时运行LinuxContainer和WassetContainer 如果大家有关注过WebSimly的话 应该有听说过Solomon Hacks 就是Docker创始人的那句话 就是说他说如果2008年Wasset就已经出现 Wasset就已经存在的话 他就没有变要创建Docker了 WebSimly是云计算的未来 那在三年之后2022年Docker的管理层已经换了几拨人了 我们跟现在的Docker的团队一起合作 让Docker既能够运行LinuxContainer 也能够运行WassetContainer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 这一部分如果要具体讲的话 其实就可以变成一个小talk了 所以我就不再继续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之后再咨询 然后另外就是Cubinetes相关的工具 我们通过CRAN的支持 能够使CubinetesContainerDMiniCubeKind 这些K8S的工具都能够去 都能够去管理Wasset的Container 然后另外我们现在Fordera集成了 WassetMagic现在是Fordera上的一个正式的package 所以如果在Fordera平台上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Portman去运行WassetMagic 不需要任何的改变 这是我们跟现有的语言声工具的一些集成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会支持高性能的网络应用 这部分在语言声这块也特别是在微服务 是很重要的一个fature 我们是主要通过两部分 一部分是RUS RUS这块是我们去改了Tokyo Tokyo是RUS一个比较常用的网络库 通过Tokyo的支持 我们也支持了HyperWarp Request还有HTP Request 现在我们也支持了RUS TLS 所以也能够做HTP S的服务 另外一部分是JavaSquid JavaSquid这块我们是把 因为JavaSquid这个语言 它本身是不能够直接编译成WassetMagic 然后在WassetMagic或者其他WebSendRuntime里运行的 所以我们是把QuickGIS 就是一个C写的JavaSquid的解释器 编译成了WassetMagic 然后在WassetMagic运行 在这种方式下我们是支持NodeGIS 然后还有分局就是JavaSquid常用的一个网络库 然后另外我们也支持Wasset本身的Squid 这个是通过Epple这个函数实现的 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WebSendRuntime有一个标准叫Wasset Wasset的发展本身发展会比较慢 它的Squid现在也只支持两种 所以为了更好的落地WebSendRuntime技术 我们在标准之外实施了Tokyo这一套 另外就是因为有了网络的支持 所以做数据库连接就会比较容易 我们现在支持基本所有兼容MySQL的数据库 MySQL,ManureDB,还有TiDB 然后另外Postgres也是通过HDP 就是网络库的支持才支持的 另外就是我们也把Wasset也嵌入到了一些 大家常用的数据库或者流数据处理框架中 这样的话 其实在这里是相当于是一个UDF去执行 用户提交的第三方函数 比如说我们和Lab Seiko还有Red Panda Red Panda是一个卡夫卡的评替 然后Elasic Search这些都是能够使用Wasset去执行一些流数据处理的函数 然后另外一个就跟我们今天的Talk非常相关的就是刚刚坚白有介绍WassetN这个标准 WassetN这个标准通过这个标准我们现在已经支持了PyTorch,OpenVenom,还有TensorFlow另外一个GGML TensorFlow接下来演示的MediaPipe就跟TensorFlow非常相关 然后再接下来Kinfin老师演示的GGML就是跟 哦不sorry Kinfin老师接下来要Demo的Lama2就是跟GGML的backing非常相关 这部分他们后面会详细介绍 然后另外就是做一些图像处理的基本的一些库 比如说OpenCV还有F1Peg我们也支持 对 然后这就是关于WassetN本身的一些feature相关的介绍 然后现在就我们的概念介绍环节就到这里结束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有请肩膀来给我们做第一个Demo 我可能要先 是不是有点模糊啊 是不是有点模糊啊 不好意思 我调整一下 这样会好一点吗 好像没啥区别 这样可以吗 我可以说 我这里没得选了,我刚刚在哪儿选的,我有忘记了,在这儿,选这个,然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现在应该可以了,不好意思,有点耽误,因为它这个显示屏的这个问题,对,然后就像刚刚Vivian介绍的一样,就是说Whatsen Edge其实在支持AI应用上面可能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介入,比如说,像可能支持一些, 图像处理的库,那么所以我们第一个的这个tutorial的话,就是一个跟图像处理相关的一个,具体来讲的话是一个目标检测,然后右下角有个二维码,其实可以扫一下我们有一个详细的一个markdown的文档,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观众可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step by step,然后去做出来,所以就像刚才讲Whatsen一样,Whatsen本身的API是很简单的,所以它的,它背后能够去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库是很多的,那么具体来讲的话,我们这边讲 展示的一个demo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Median pipe,其实Google提供的一个solution,然后它里面会有很多这些,比如说像目标检测,图片分类一些相关的一些,跟多媒体相关的一种AI的应用,然后我们这边呢,在,我们这边相当于是,结合Whatsen做了一个Rust的,一个median pipe的一个对接的版本, 所以左边其实是我们全部需要用到的代码,然后我们其实主要的话把Whatsen几个API都封装到这个叫Object Detector Builder这个库里了,对,然后它干的事情就很简单,它会initialize一个已经存在的model,然后会去做一个contest,最后的话去实际去检测这个input的一个image, 对,然后,我接下来这边的话会,会带大家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project从这个compile到最后的运行,然后都带着大家简单过一遍,然后包括之后的话,像Whatsen Edge里面其实支持一个,支持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加速,走这个AOT Mode,可以让这个,我们到时候大家可以直观地感受到Whatsen Edge进一步编译之后,它整个的这个一个AI的应用可以变快多少, 这个应用整个都是在CPU上的,对,就是在我自己的电脑上,OK,所以现在的话是,我这边的话是一个,是一个Ubuntu的一个环境,然后各位其实可以看到,对,这个也在我们当时的那个report里面有讲的话,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刚才那个,那个视力代码,视力代码的一个,一个展示,对,所以它是一个,它是一个Watson的一个project,它是一个RUS的一个project,所以我们第一步的话, 其实因为我之前已经预先编译好了,其实第一步的话,我们就是相当于是说,用RUS的自己的一个,一个工具,单用Cargo的话,可以把整个项目去编译成一个Whatsen的一个文件,所以其实,这个刚才,刚才展示那个demo,它编译出来的,它编译出来的代码在,对,在,在,在这个下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可执行的一个Whatsen的一个file,那么这个是一个,呃,这个是一个直接的版本, 我们进一步呢,其实可以,可以用,呃,用WhatsenEdge去,呃,去做一个compile,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把我们这个,呃,RUS的项目编译出来的Whatsenfile,其实可以呃,呃,编译成一个更快速的一个版本,对,我这里打一下命令,对,其实这个的话,就是说,呃,如果环境里WhatsenEdge之后,我们可以显示的通过这个,我把字放大一下,不好意思, 对,然后我们可以通过WhatsenEdge这个compile命令的话,相当于是进入一个AOT编译的模式,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呃,从这个已经预编译好的这个,呃,这个,这个Whatsen里面可以得到一个运行的可能会相为,稍微快一点的,这样的一个Whatsen,对,然后,呃,这里可能要等一等,所以我们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呃,呃,我们要输入的这个,呃,不好意思,我们,呃,对,这个是我们到时候,就像PPT里面,我们到时候会输入进去的一个Example.jpg,就是一个小猫小狗,然后,我们等这里编译完吧,对, 因为它这个编译的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是之后带来提速会比较快一点 嗯,OK 它应该快结束了,马上就到最后一步了 对,所以它在这里面,呃,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去用一个AOT mode,其实我们能够帮助到的是很多关于图片一些相关的应用,然后像Whatsen Edge的话,其实可以把一些, 这种图片计算的一些操作去进一步的用在AOT mode里面去进行一个,呃,更加高效的一个,一个编译,呃, 它编译的时间显然比我的台词要长啊,看一下,好,所以这里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个版本的一个medium pipe的一个object detection的一个可以运行的一个Whatsen,那么一个是这个没有编译版本的,还有一个是这个AOT版本的,对,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用Whatsen Edge这个run time来运行一下, 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会需要输入的命令,那么首先的话,因为Whatsen整个是一个沙盒环境嘛,我们可能在运行命令前要传入一下它的一个,大家用过Docker都有这个概念,就它的这个volume是什么, 那其实就是说要把当前的这个,当前的这个文件系统给它传进去,然后接下来就跟着就是说我们要运行的Whatsen的file, 然后这个exampleJPG刚跟大家展示过,就是那个小猫小狗,最后的话我们会把这个object detection的这个,呃,这个结果去呃,呃,存成一个output.jpg, 对,然后这个的话就可以去推个一个,一个,一个运行,然后它最后会在命令行里去输出,它具体检测到了一些实际的指标,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看这里就是这个output file,对,所以就其实,其实像,其实对于medium pipe而言的话,它的底层就是封装了, 把Whatsen刚刚跟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接口封装起来了,所以最后大家,最后大家在medium pipe这个,这个tutorial上面,你需要写实际写的代码是非常少的,对,然后,呃,对,然后最后的话可能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对,就是说刚刚那个我们等了半天的那个, 那个output mode到底有什么,什么价值,对,然后这个的话,我们这一次会运行这个washing edge进一步编译的这个版本,所以,我不太确定大家,呃,我这边还不会用一些具体timing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工具, 大家可以直观地感受一下这两个,这两个,这两个,这两个之间的速度差距,所以在我自己的测速下面的话,一般来讲,你在没有经过washing edge aot mode之前的话,像这个一个简单的demo可能需要一到两秒,但是你经过aot mode之后的话,它一般时间都能控制在0.2秒之内,所以如果涉及到一些这种,可能是向量操作比较多的,一些这种图片操作的话,其实像washing edge这样的一个aot mode,可以去做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提速, 对,然后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在,我们在那个二维码里面,这个readme都有具体写了,就大家可以,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时候去自己实际实际跑一遍,对,然后,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会输出的一个结果,也给大家展示了,所以medium pipe,呃,我们这里只展示object detection,但其实,呃,这个实际我们做的这个medium pipe,呃,RAS的这个库里面的话, 还有很多这种相关的应用,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我们后续可以交流,或者说可以直接去看我们medium pipe的这个github的页面,所以我们这里只展示的是其中一个,对,然后,呃,然后,呃, 谢谢啊,哈喽,OK,呃,刚才我们看了,怎么样子跟WarpSim,跟我们的一些物体识别,呃,去做AI,但现在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今年啊,可能是比较热门的东西,就是,我们希望通过WarpSim Edge,来去跑LAMA 2,呃,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这,这段时间可能会,各种大模型都有非常,非常感兴趣, 啊,然后呢,啊,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希望在原有的技术上面去跑离线的大模型,大家看啊,这是我们用WarpSim Edge,去跑的一段代码,啊,他跑的是LAMA 2,啊,在今年的7月份,啊,7月底的时候,啊,我们的,啊,WarpSim Edge的老板,Michael,就尝试了跑了一段代码,他在上面的话呢,就是跑的是我们的LAMA 2, 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模型,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啊,这段代码,他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可能会,啊,这里面可能会,啊,那个清晰度可能不够,啊,但是我们,可能会后,可能大家可以少我们的PPT,来去看清晰一点,我们可能用非常少量的代码,就可以跟我们的,啊,LAMA,啊,去做结合,这是怎么做的呢,啊,大家有用过那个LAMA Doxy的那个项目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啊,首先我在这里面, 你要去运行我们的WarpSim Edge的,啊,啊,啊,环境,啊,啊,我们现在呢,支持在Linux跟MateOS上面去跑我们的LAMA 2,啊,啊,那这个时候呢,我首先第一个,我现在我用的是一台苹果的电脑,但是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呢,我们有我们的Cookspace的部分,啊,在这上面的话呢,我是用Cookspace打开我的一个,啊,开发的环境,在这上面的话呢,我放大一下,啊,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啊,在这里面,啊,比较简单的是说,我把一个LAMA的模型下载下来,然后在这上面,啊,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实现,你可以看到,当我在运行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到WarpSim的一个,直接去帮我去运行一个模型,而在上面的话呢,啊,这里面我已经封装好一个WarpSim的一个应用,在我左边,那这个时候呢,我在,啊,运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可以直接的通过WarpSim Edge去, call我们的一个LAMA的最简单的一个模型,你可以看到,啊,在这里面呢,我们并不需要说做过多的操作,啊,WarpSim Edge现在已经可以完整的支持LAMA2了,啊,啊,里面,啊,大家也会去想,啊,如果,啊,这样子的场景是可以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快速的去搭建一个简单的应用,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可能会去做更多的一些像QA,啊,像代码支持的一些环境,啊,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了,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例子里面,在我们的,啊,一个,啊,QCOM的一个例子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里面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叫做, LAMA2的一个环境,啊,如果各位,啊,有带电脑可以跟着一起来做,首先第一个,在这里面呢,我们可能是把它放在那个CodeLAMA的那个场景上面,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是使用那个AI来生成代码, 我们知道CodeLAMA可以去帮我们去生成代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上面,啊,你可以在MAS上面去安装,啊,我们的,啊,整个的一个,啊,环境,啊,就是把WARPSH的环境给装上去,然后把他的环境给设定好,或者你在Linux环境上面,也可以很简单的去把,啊,我们的这个WARPSH的环境给安装上,啊,啊, 嗯,啊,当我们安装完之后呢,你可能会发现,我们需要,啊,安装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那这个PUL guaranteed呢,那这个PULuger呢也是必须要安装的,那安装完之后呢,啊,你就需要把这个内容给编译,啊,编译好之后呢,就把这个WARPSH呃库,烤贝到我们的一个例子上面, 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的下载,啊,我们的CodeLAMA的一个模型,来去直接的去调用, 正如刚才所说的 我们可能会去 在不同的环境上面去跑 在Linux在Mac上面去跑 那我这个时候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怎么样子在我的 一个Mac的电脑上面 去跑我的CodeLama 我们可能会按一个回车 大家看 我们更希望的是 他帮我去生成一些 比较简单的代码 这里面大家可能会去想 我可能没有接触过Waxim Edge 我能不能够让CodeLama 帮我去生成一个 Waxim Edge的Hello World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那我这个时候就 帮我生成 帮我用Wax 生成 Waxim Edge的Hello World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跑 当然这里面的话 他依赖的就是我本地上面的一些算力 现在我用到的是一个CPU的运行 所以可能要大家去等等 等一下看一下 他能不能够帮我们去 给大家去生成一个 Waxim Edge的一个Hello World 稍等一下 这里面因为他要用到算力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算力里面 OK 我可能还是要重新的来打一下 因为可能我的 这个环境有点问题 可能刚才在测试的时候 Waxim Edge 生成Hello World 再来过一次 我们看看能不能够真的是帮我们去生成一下 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可能要等一下 因为现在用到的CPU 当我们继续的去优化成GPU之后 他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反馈 OK 他在这上面呢 可能有一些大废所问 他帮我把那些精致的代码给生成出来了 当然我这个可能是我们到时候可能会去调整 这个就需要大家去调整 这个时候呢 大家会问 那我们不再做那个Waxim了 不用那个CodeLama 能不能够在另外一个环境上面去跑一下 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QA的操作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用到了Lama 这个Interactive的一个Demo 在这上面的话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叫做Lama2 TB Chat的一个环境 里面的话呢 他可以帮我们去做交流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它移到另外一个环境上面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一个运行环境 他能不能够跑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操作 OK 这里面我们可能会去问 问个简单的吧 不要给它太复杂 比如伤害 那他可以跟我们去做更多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交互 我们在这上面就是用到一台Linux的机子 来去帮我们去做一个模型的一个运行 在这上面我们要用到的是在Hackenface上面的不同的一些模型 但是我们现在是用的是GGUF格式的 要等等 可能一展示的时候可能有点不给力 等等 屏幕可以大一点 好 我可能要拉上一点 放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这上面做回答 那我就不做更多的一些交互了 但是如果大家的希望就是说 用WarpSIM Edge的这个场景 来去做一些模型的推演的时候 其实可以在不同的终端 跟不同的设备上面来去完成 更多的一些类似的操作 如果大家希望能够完成这样的操作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 在我们的Qcon的这个Full里面 来选择我们的Lama 2 来在运行在我们的本地的电脑上面去尝试一下 运行WarpSIM Edge 当然我也有一些期待就是 因为现在是比较粗形的版本 当然我们可以陆续的去不断的去改进 希望能够给到更好的一些体验 那我们来看一下剩下的PPT 我们在这里面有几个地方 是希望大家去了解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能把一个WarpSIM Edge的一个应用 它非常方便的是说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去比较小的一个容量 就可以打包成一个WarpSIM之后 就可以去来跑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的应用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另外当我们在这上面去跑我们的Lama的时候 你可以用我们的这个Github的link 来去做更多的一些尝试 另外就是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Lama的一些 相关的内容的话 可以在上面 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装好一个WarpSIM Edge的那个 另外的就是要在上面的话 在我们的example里面去运行 然后build我们的项目 然后去体验一下我们怎么样子在AOT的一个环境上面 来完成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模型的一些使用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 可能交给Vivian 好谢谢那个建白还有KF老师 好谢谢那个建白还有KF老师 那我们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做吗 有做了可以举个手吗 好吧 可能没有 那所以就接下来我就会演示就是不用自己搭环境 直接用Soreless的方式来构建一个IAGent 这个应该大家都可以就是立马上手去做了 那我们这个IAGent主要干一件事情就是帮助我们大家去review PR 在座应该大部分都是开发都是程序员 所以你们也有过给别人去PR或者是你去review别人PR的这个过程 就是review PR这个 这是在下面一张图是说你写代码只需要19个小时 但是你到review那一步就需要5天 然后你deploy的时候就只需要80分钟 所以去在开云社区review别人的代码是一个花费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就想到用ChairGPT来帮我们的maintener先做一个预筛查 就是预审先让ChairGPT帮我们review 然后依然这边是我们整个tutorial的一个相关的资源 然后大家可以扫这维码 然后就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方便点各种链接 然后这是一个例子 这是别人给我们提的一个PR 然后这个里面主要是检查这一个数 就是检查一个数是不是质数 然后这段代码是长这样的 现场有没有人愿意解释一下这个代码 有人想解释一下这个代码吗 OK 那我来解释 对 这段代码就是去检查一个数字是不是质数 所以他干了 他会先把这个数字开根 然后开根之后一直从2除到开根的这个数字 比如说如果是10的话 那就是开根到3点几几 所以他又拿10去除2到3 然后如果有整除的话 那这个数字就不是个质数 如果没有整除这个数字就是质数 这个听起来是不是还挺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呢 然后这个PR让切子GPT review之后 他给了一个 他给了一个 就是潜在的问题 他说这个函数还能够被进一步的优化 因为没有必要在除以2之后的偶数 因为你如果能被2整除的话 这个数字绝对就不是一个质数 你再去除24680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就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了 切子GPT 确实是有一些 确实是有点东西的 能够帮我们去解决一些问题 那我现在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PR review的这个代码 首先这个代码是用RUS写的 但是也没有很复杂 不涉及到RUS的生命周期和所有权 这些稍微有点复杂的概念 首先这个第一步就是他会 他会去 他就会用 不好意思 他会用RUS的一个 就是因为基于RUS 然后这个背后也是 嵌入到一个RUS的host程序 所以会用这个RUS后的程序去注册一个 注册一个APP 然后接下来就会去 如果收到了事件 你会运行这个run function 然后运行这个run function之后 然后就会去听 去用这个listen to function 在这 就去用这个listen to function 来去听 就是Github有哪些event 然后这个lightowner 然后repo 还有triggerfride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这个 AI进行它本身的一些设置 然后第二步就是这个handler function 就会去掉Github的RUS SDK 然后去把所有的去发现这个PR里面 所有的这个patch 就是你的 你提的这个PR 可能每次都有一些commit 把每次的commit的信息给收到 然后再把这个 就是这部分是通过这个Github的payload去传送的 然后就是这个每个patch 然后Github这个function收到之后 会把这每个patch给发到切的GPT 让切的GPT去总结 我们的promise 我们的promise 我们的promise在这里 就是这枚结权 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开发 你那个软件开发师 你需要去表 你需要 你要需要做一个reveal 来去reveal这个PR 这个promise 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用切的GPT的API 把它刚刚说的这些patch去总结 总结之后再把这些东西打包 发给 打包 然后再用pr comment的形式给发出来 然后下面就我会演示一下怎么去创建这个aiagent 总共也就只有四步吧 首先它是一个template 你就直接load就行了 然后你去连接你的Github 然后你去连接OpenAI 然后最后你测试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demo 在弹幕之前我先看一下就是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prrevealagent 在Wordsmagic这个repo的工作 这就是他提了一个pr之后 然后他就会这个prrevealbot 就会根据每次command的信息去总结 关键的变化 有没有什么潜在的问题 这是它的一个展现形式 现在我们来进demo 我们会用到这个flowsnetwork这个平台 它这也是基于Wordsmagic的 然后我们去创建一个flow 登录的话是用Github登录 大家就自己用Github登录就好 然后选这个template 然后在这里加一个 然后这一步是把这个repo的原代码 就是复制到大家自己的账号下面 这样的话你可以去改promise 你也可以去改一些其他的逻辑 我这里需要改一下repo的名字 评错了 然后这个rasslog是就是log的information 这个可以就是我们已经有个预填的 可以不填 然后这个trigger for ads 就是说这个Github更新完之后 你可能还想再让它总结一次 就用这个关键词可以能够再 能够再次trigger这个peerviewbot 然后点这个create build 点这步的时候 这个flowsnetwork 就会在你的Github账号下面去创建一个repo 然后也会同时也会把这些rass的代码 给编译成wasm的代码 然后这是需要连openAI openAI的话需要你去加一个openAI的key 然后点这里 就自己复制粘贴就好 我已经连过了 我就不再连了 然后继续 然后下一步就是去告诉这个bots 你要把这个东西部署到哪 我就把它给部署到我们刚刚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就是放这个workshop资源的repo 我来确认一下名字 然后再接下来一步是需要给这个bots权限去访问你的repo 然后再接下来一步是需要给这个bots权限去访问你的repo 我来连一下 我已经连过了 所以我可以选只让他访问刚刚的那个 然后点save 好这样就连好了 然后我接下来选deploy 然后这个函数就会自动build的 然后现在可以去我的github 个人的github账号下面看 这个就是我刚刚大家有记得吗 我刚刚在那里输入的是summarize.pr 然后cubecon 所以现在我就有一个这样的原代码 这个原代码就是是一个纯russ代码 然后他在他就在这里 然后有了这个之后 你就可以随意的进行更改 你可以改promise 比如说你的程序是完全是ci加写的 你就说它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ci加工程师 就不需要 就不是说它是一个有经验的软件工程师 这么不具体 我来看一下build 现在已经build的好了 那我现在就给我的report提一个pr 我们就把slides的url放进去 诶 点错了 不好意思 我来提一个pr 我来提一个pr 让我们吧 拥有时快 和我拥有时快 变成了一段时间 不是很乱的 好 因为我去另一个人 长到一个小时 我去弦接 那我现在已经做了 做了一些改变 我们就可以去提一个PR 然后update with me 然后这现在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机器人给 好吧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很长的时间 他现在他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这个关键的变化 就是readme这个文件里面 加了一个slide的link 所以对 然后再接下来再演示一下 就是如果我改了这个代码 这个Flowsnango会自动来帮我们去build 这是一种getops的方式 我刚刚加了一个c++ 然后我点commit 点完commit之后 然后这里他就已经开始重新再重新编译了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这就是如何用一个solide的方式去构建一个peerreview的agent 当然你可以用在这个平台上还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比如说去总结GitHub issue 去总结GitHub discussion 然后也可以在基层GitHub之外的平台 比如说Discord Slack Telegram 这些我们都是支持的 然后我们的环节大概就到这里了 然后这边有一些GitHub相关 Wordsman也相关的一些资源 然后我们有一个中文的微信交流群 如果大家有兴趣加入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然后我那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QA环节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示意 你是说Wordsman也对Java的有没有计划支持是吗 对Wordsman Edge前面讲了很多是Rust的 Wordsman Edge前面讲了很多是对Rust的支持 但是对Java的语言的支持上面有计划 因为它前面有一些兼容性还有很多不太 对因为Java它本身有一个run time 所以我们很难把本身在GC或者在run time的语言编译成Wordsman 所以Java现在其实不能很好的在Wordsman也运行 但是这个有点难 因为我们不能把JVM编译成Wordsman 所以这个还在Java的Map上 另外就是Web7的社区有一个GC Proposal 那个Proposal是能够帮助把有GC的语言编译成Wordsman的 意味着就是长期眼镜上面也是不太打算支持JVM这个系列的是吧 我没听清 意味着就是长期眼镜上面也是不太打算支持JVM这个 就是我们不会把JVM编译成Wordsman然后在Wordsman里运行 通过这种方式来支持Java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Web7里社区本身有一个叫做WebGC就是WordsmanGC 这个Proposal是为了支持带GC的语言 比如说Cotlin Cotlin现在就可以编译成Wordsman在Wordsman里运行了 就是是另外一种方式 可能应该这种方式应该是叫做host function方式 对对对 然后WordsmanG其实在那个垃圾回收 这个GC那个Proposal其实一直在做 然后对WordsmanG应该有个专门的 有个专门的同事在做这个GC的Proposal 所以等那个Proposal在WordsmanG里实现比较好之后的话 其实是做Java这种 可能自己有这种垃圾回收的语言的一个 一个编译是会就可以进一步 对因为WordsmanG其实有很多Proposal 它可以 然后WordsmanG其实一直都有在支持 周期大概多久 GC的话预计是下额版本发布 下额版本应该会赶在CubeConNA11月前吧 你用画画头 就是想问一下那个WordsmanG它那个Io的性能是不是 是相对比较差一些 就是它的那个 比如说数据包收发 还有它那个文件读写啊这些 能不能跟就比如说普通就跑在Ninx主机上的那个进程那个能匹配 我理解一下您的问题啊就是因为webspilling它本身是一个单线程的东西 所以您是跟Async相关的吗 不是线程不线程 我就说我比如说我我打包在一个Wordsman的里面的一个 一个应用程序一个APP是吧 我如果要去和主机上的其他的进程 或者是跨主机的一个进程一个消息通讯 然后或者说我要去把我的 持久化存储写到这个Ninx主机上面 它的文件上面去文件系统上面去 它会不会它的性能跟我们一般的这种跑到上面进程相比 它有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差异 比如说你的那个报文的收发量可能就是比如说 就下降一个量级啊或者什么样 有没有这种我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可能会制约它一个应用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虽然说你说它有那个可移植性啊安全啊或者什么其他 但是如果这方面有很大问题 所以我刚刚听了半年就说 好像它只是在那个推理上面能用是吧 就是训练上它完全就没办法使用了是吧 训练的话 就是这个后提我主要还是前面的问题就是 它的性能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异下降 那我只能诚实地回答 关于这块我们没有做过benchmark 但是在AI推理或者是在别的应用上 就是ARM之前做过一个benchmark 这个就是Warsom container的性能是比Linux好的 我可以把那个benchmark 你的意思是Warsom container性能比Linux container还要好 它会占的CPU会更少 不不我先不关心CPU占了多少 因为你说它是单线程的 你能占多少CPU啊 你占不了多少 顶天了就把一个CPU跑满嘛对吧 所以你先不说那个CPU资源占多少 我们想着就说它性能就是 它会不会有Io的这个瓶颈存在 我最关心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我现在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但是我们会后可以交流一下 行 因为这个感觉我就是我们想把很多应用程序放在里面去 因为原来说container它的性能损耗可能5%以内 甚至都不到 这是相对于原来说引入那个比虚拟化那个 走QMU那个性能下降30%这个 这个点它的优势所在啊 所以大家都在说我省是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 但是它下一代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我不知道它下一代是不是停留在 只是做一个前端应用或者做一个那个AI的推理 就是就是这块我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困惑 就是对对因为因为我们负责WASI 就是说跟跟您提问的可能跟这种Filesystem 或者这种Io相关的 说这些Proposal的这个同事今天没来 我们会一下可以交流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到跟那个同事多问一下 对一块的信念我们确实不太清楚 好谢谢谢谢 嗯都都行呗反正我没有时间 嗯 嗯 嗯 那个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今天展示的那个MediaPipe嘛 就是呃 就是 就是WASM对这个GPU有原生支持吗 呃 实话实说我们最开始包括WASM整个Proposal 它相关的Community都没有打算 我们有预留这个有有留一个Placeholder 就你可以去选择你的Device 但是包括WASM Edge现在的话对GPU 包括像Cuda这样的没有去做第一手的支持 对因为呃 但是其实 对我们我们其实这个阶段都没太 我来更新一下那个PiTouch是支持GPU的 对对对我们 你有你有相关的动态库其实可以链接进去 PiTouch是指就是在WASM上面跑 对对对就是用就是刚刚就用WASM这种方式来跑的 PiTouch这个后端是支持GPU的 对对对有个有个小伙伴提了这个PR 所以WASM现在的PiTouch是支持GPU的backend 因为据我所知就MediaPipe它天生就是为了利用客户端的这些GPU资源 所以它这样做的对如果你现在把它移植上去就是说就只能用CPU了 呃对这个就可以可以慢慢往上加 当然那个PiTouch那个就可以 对慢慢往上加 对GPU的支持在进行像Lama 2现在我们也在去支持那个那个Cuda 所以GPU的支持会做的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 您好我想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 因为我们公司是做公有云的 所以我这边有几个比较关心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第一个是WebAssembly的一个安全性问题 因为大家对聊到WebAssembly的时候 它其中的一个feature就是它比较安全 我想了解一下就这个安全的话 它所谓的安全 它是不是因为通过精简了很多功能 精简了很多API来实现的 因为在那个容器的设计区里面 其实我们公认了一套安全模型的话 其实应该是走Cata那种虚拟机的那种形式 也就是说我把运行用户的代码跟我主机的代码 我分kernel 那我这样的话我是最安全的 但是WebAssembly的话它主打的也是个安全性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就是WebAssembly的话 它所谓的安全性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机制来保证的 就假如说我把WebAssembly 我拿出去公共云上面去做售卖 那我这个安全性的话 我能够衡量出来说它绝对是百分百安全的吗 那我先回答一下 尖板可以看着补充一下 就是因为WebAssembly它最初是发展在浏览器的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安全的沙箱 然后它另外还有一种能力叫做基于能力的安全 就是说你在起WebAssembly runtime的时候 你就可以规定谁可以访问这个邮件 谁可以访问这个文件 谁不能访问这个文件 然后第二个就是 因为WebAssembly它模拟的 我们说VM或者说HyperVM 它模仿的是一个计算机 Docker模仿的是一个 Docker这种Linux容器模仿的是一个操作系统 WebAssembly会更加抽象 它模仿的是一个进程 它下面它没有什么很复杂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进程 所以从这个假度上来说 WebAssembly它的软件攻击链会很短 就是不像Docker一样 底下有很多的dependency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WebAssembly就是软件攻击链安全的角度来说 WebAssembly也会更安全一些 那也就站在这个软件攻击链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一些run time 就包括咱们现在聊了这个WebAssembly 也就还有其他的WebAssembly的run time 他们其实都是通过一些高级语言写的 然后高级语言的话 我们其实在用Kernel的那些C group 还有Kernel的NameSpace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可以外溢的一些手段 就讨一些一些手段 但是WebAssembly的话 它是怎么从机制上面说来避免 说我这个run time的话 它就不能被用户给外溢出去 就比如说我全线做一些提权什么的 WebAssembly它本身社区 在定义这么expect的时候 有没有这么一方面考虑 还是说就是假设 说run time它的代码不会有bug 还是说在机制上面有什么保证 你是说run time本身会不会有bug是吗 对 然后做一些提权相关的操作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很难 我觉得很难有一种软件是没有任何bug的 除非它能经过形式化验证 这个我们现在就是 CNCF它有一个叫什么 我忘记了 好像是什么发自营的计划 就是会把 这是跟Google合作的 会把CNCF相关的项目提交给Google的 这个发自营工作小组 让它去进行一个安全审核 然后现在我们也是走的这条路 我们也在跟Google的那个发自营团队合作 去审核What's My Edge 这现在是通过人工审核的方式 对 然后我感觉这位可能 因为感觉你是 是那种安全方面可能是那种专家 然后我这方面不懂 但是主要是Watson它有个好处是说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Community 所以刚才老师您讲的一些 可能跟这种攻击手段相关的 应该都是会跟Filesystem对接的 这些系统接口 就是专门就是Watson 就是Watson System Interface 它整个的Proposal 是一整个Community在做在推进 所以就是说 对 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区 一直会在留意和监控 这些System Interface 有没有什么攻击的手段 所以可能会好一点 对 但我不是 对 我不是负责安全那一块的 只是说我觉得他们的Community 其实还是挺活跃的 Watson的Community 对 Bite Alliance 那时候有人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的 谢谢您 那个我这边还有问题 然后还有 因为除了安全以外的话 如果要去售卖的话 其实还有个资源隔离问题 像Web Samuel的话 它能像普通的那种 或者Cata那种安全容器 说能够限定一些C Group的一些Quota 或者说Memory的一些Quota 现在 比如说我拿去售卖 会不会出现一些资源上面的竞争 我印象中C Group我们是支持的 OK 但是就是因为我也不是很K8S的专家 所以我可以把文档发给你 好的 好的 谢谢老师 那个不好意思 我还有个问题 然后是这样子 现在的话在市区里面 其实Web Samuel的Runtime特别多 像咱们现在这个是一个 咱们这个很受欢迎 但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Web Samuel的Runtime 这些Runtime之间 因为我是一个写购的程序员 然后写购的时候我也有试用过几款 包括咱们家的这个 然后我在用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每一款里面 我都要去加载自己家的那个SDK 然后这个SDK的话 然后加载完之后 我还要编译成相应的Web Samuel的字节码 然后再交给你们的虚拟机去运行 但是我发现好像不同的Web Samuel之间 Runtime之间的虚拟机 好像是没法很好的兼容在一起的 就比如说我拿Web Samuel用咱们家的 然后我再用其他家的 好像就没法一起跑 然后SDK也不一样 我了解一下社区这边的话 未来的下一步 会不会把这种现象给它收拾一下 然后有没有什么行为在这方面 对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Web Samuel后面有一个组织 它不是W3C的标准吗 所以你知道标准的推进都会很慢 那除了Warsom Time Warsom Time现在在FastLay 然后他们在Badcon Lines 他们属于是根正苗红 所以他们会去follow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发展得很慢 以至于今年五六月份才有Socket 而且还只支持了一两个Fature 所以你会看到不同的Runtime 它会有自己不同的实作 那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加速Web Samuel技术的落地 我们会做一些自己的Fature 所以你说的那些就是能用我们的运行 可能就用其他Runtime就运行不了 然后我觉得其他Runtime都会有各自的想法 或者是他想要去专注的地方 他就不等标准去实施了 然后这是背景 然后下一步Web Samuel Runtime 下部Web Samuel社区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Proposal 叫Component Model 这个的话就是非常有前景 然后但是因为标准太大了 所以他们一直也没有落地 他们是希望今年的Ko4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ABI 那我们是会去支持这个Component Model 现在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工程师去支持这个Component Model 如果这Component Model如果能够成功落地的话 你说的这些问题应该会好一些 但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在社区发展标准的时候 就是因为标准太慢了 时间也不能等人 所以大家会有不同的实施 好的 好的 谢谢两位老师 还有问题吗 首先我觉得今天演讲特别精彩 然后我的问题就是在于可能是比较白痴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是在于我们公司的话 会有一些原来是Python编写的一些这样的应用 或者是一些工具 然后因为我看到这个WhatsApp 它对Python的支持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是要把这个Python解释器给它做到那个编译进去的 然后在里面再去运行这样的Python程序 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想法是说 如果把我们公司的这样一些Python程序 然后放在WhatsApp里面去跑的话 这算不算是一个比较无厘头的这么一个想法 比较无厘头是吗 对比较无厘头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 因为你如果放在Docker容器里的话 那个镜像应该是几剂吧 对 镜像非常大 对 但是你如果编译成Warsom的话 那个就会变得非常小 就几兆 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尝试 但是其实我不太确定的是 我知道有很多Python解释器都能编译成Warsom 比如说CPython RustPython 但他们可能对那些Python库的支持没有那么好 我觉得主要的难题在于这个 好的 谢谢你 那还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的这场演讲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 然后我们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就是我们那个QR Code里面 也有如何跟我们联系 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关注Warsomag 关注WebSmini的发展 谢谢